光学镜头厂商大力光公布了7月份的财报 营收来到35亿元月增3% 连续4个月改写历史新高 大力光预期8月份的财报还会更亮眼 苹果iPhone6一箱广告满天飞 有新闻网站确切指出 苹果已经决定9月9号发表新机 大肯苹果的大力光受到新机 渴望在第三季进入量产高峰 7月营运表现再度写下新页 合并营收35.14亿元 月成长3% 年增67% 连续4个月改写历史新高 我再说一次因为我们自己是component的公司 往往必须要客户单子进来 他给我们的focus 我们有的时候看了都自己觉得怕怕的 依旧目前来自苹果订单 占营收高达4成以上 其他包括小米华为等大陆品牌客户 约占3到4成 另外则是HTC LG Amazon等大厂 大力光认为目前客户端需求没有太大变化 持续旺季效应 8月订单会比7月更好 新机种朝高阶产品趋势明确 我们盖的那个新厂 还有一些空间 所以还有一点空间可以再弄多一点设备 再来看大力光累计1到7月合并营收203.36亿元 年成长超过55% 营收占比还是以手机镜头为主 高达9成 在规格部分 7万画素以上镜头占比约1到2成 800万画素占比4到5成 500万画素则是来到2到3成 林宋淳富 泰布导